原标题 是这前后六个皇帝全都不证据 荒淫无道令人发指 没有最荒淫 只有更荒淫 这个朝代就是北戚 人称秦寿王朝 从开国皇帝高阳开始 皇帝便以荒淫野蛮而闻名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这个家庭绝对是患有遗传性精神病 刚刚坐上皇帝 高阳便开始露出了他秦寿本性 此人毫无礼仪廉耻 身为皇帝 竟然在朝堂之上当众宽衣解代 与大臣们共同探讨前卫医术 对自己都如此作戒 更不用说对别人 女人在高阳眼里 就是完完全全的玩物 他派属下去刺杀自己的亲兄弟 然后再把兄弟的妻子赏赐给那些属下 高阳在偶尔走出皇宫巡视游玩时 百姓们都是夺命奔逃 特别是妇女们 全都吓得 四处躲藏 因为这个皇帝会当街抢抢民女 抢回皇宫后 高阳才表现得非常义气 他会叫来朝中大臣 一起来共同烈焰 那画面实在是不可言说 可这高阳也喜目无常 有时候却小气得要命 刚开始 他让妃子与处于淫了 可是等他喝醉之后 又好端端的吃起醋的 竟然当场就将那最宠爱的妃子杀死 这样由不解恨 他还拿把大刀 将尸体来了个大蟹八块 他借着醉意 砍下一条腿 踢去肉 把剩下的大腿骨做成一件乐器 并且现场表演起来 他唱歌一曲 高唱家人难在得 这样一个十足的行为艺术家 令旁人吓得闪了下巴 这个酒鬼皇帝 有一次突然闯入丈母娘家里 莫名其妙地把丈母娘痛打一顿 这时 皇后的妹妹健壮 想要上前制止 高阳一看 也不客气 立马将小姨子按在地上 强行将他给办了 高阳死后 由其子高阴机位 但是不到一年 其子机被其弟高阳所杀 并占去了皇位 而这高阳 似乎也是精神有问题 有一次他骑在马上 突然间头晕目眩 恍惚间从马上跌落下来 就此处地而死 之后 由其弟高阐机位 坐上皇位后 他竟然垂涎扫子 每次 皆就是高阳之妻李氏 刚开始的时候 李氏并不顺从 于是 高阳被李氏之子相威胁 宣称如若不从 击杀其子 李氏无奈 值得屈从 两人苟和后 李氏怀孕生下一女 李氏屈无难当 竟亲手掐死了女儿 高湛德之后 恼羞成怒 声称 你杀我女儿 我就杀你儿子 他当着李氏的面 亲手将他儿子打死 然后 他在把李氏扒光衣服 将其中进了臭水沟里 待到第五位皇帝高尾时 这次充分发挥了家族的奇葩传统 玩得更加空前绝后 甚至还玩出了新花牙 成就了一个千古典故 为中国汉语连文学 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高尾有一宠妃 名唤冯小莲 有一次上朝时 高尾于朝堂之上 设一暗基 然后 他令冯小莲立于暗基之上 对着朝中全体大臣 跳起了脱衣舞 跳到最后 冯小莲竟以一丝不挂 他躺于暗上 骚手弄姿 做出各种销魂动作 大饱眼福的朝臣们围观 这只银里画面 全都一口接一口 的吞咽着口水 成与玉体横尘便由此而来 皇族的男人们如此不堪 女人们又是如何呢 高尘之七胡皇后 如果说 他的隐形在史上排第二 那就没人敢排第一 北齐王国时 身为太后的护士 被掳至北位 衣食无招的 他就此流落鸡头 迷茫之际 胡使突然眼前一亮 发现了一个轻松发财的影声 领着儿媳妇 在京城做起了娼妓 京城百姓听说 前朝皇后卖身为娼 消息一下传遍全城 大家蜂拥而至 一看生意这么好 胡适乐得眉开眼笑 一时忙得不易乐乎 看着为寄来钱这么容易 胡适不由的对儿媳妇感慨道 原来当皇后还 不如做妓女呢 如此无耻之语 也只有如此无耻之人才说得出口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